刘亚洲骨子里面竖横看不过习近平 也觉得王岐山、姚明山不是个东西 刘亚洲的人跟我都有联系 半年前我还给他们说呢 我说你们折腾不下去 你得折腾进去 而且哥俩一个搞钱的一个搞军事的 包括跟刘元这都很危险 习是容不下的 习确定了能继续干一辈子之后 给自己的家人铺好了当皇族 当中国金正恩家族之后 所有这些对他威胁的已经不是老百姓了 不二代官二代是他的威胁 所有的官二代都得给你灭了 所有的有可能有兴趣政治的 知道他的家庭情况的 知道他底细的都得杀 跟当年的斯大林 凡是跟斯大林、列宁同时干过事的 都得杀 因为你知道斯大林是不受列宁待见的 是吧 你知道斯大林有小儿麻痹症 你知道斯大林性能力不行 是吧 都得给你灭了 知情者必杀 就是下一个一定会是杀 所谓的军二代、官二代、共二代 什么江啊什么什么的 包括他什么宋平的身边人呐 只要活着了 你长得像个样子 有可能想问鼎大位的挑战他 都得干掉 这是整个独裁 还有整个邪恶势力 他必然要走的路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富二代 富二代你下去 真的你给你爹报仇怎么办 给你妈报仇怎么办 你的钱都给你抢走了 你不报仇吗 那钱给你拿走了 那你未来你出去打扮 他通头灭了